中月混血的钟丽婷呢 一直是娱乐圈公认的大美女啊 事业上呢也绝对是个女强人 生活中呢也是敢爱敢恨 那最近呢她又被求婚了 对象呢是已经交往了一年 同时呢也比她小12岁的男演员张文手 我希望我可以让你永远快乐 可以让你像我们在一起这一年当中那么开心 我希望你可以嫁给我 你愿意嫁给我妈 我四个到底愿意 一个雍文一枚钻戒 让张伦硕和钟丽婷的情侣关系 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升级成为未婚夫妇 而等这一刻等了许久的钟丽婷 自然是喜极而泣 我们的父母今天包括我们的朋友 还有今天真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一个那么开心的日子 然后我们会幸福下去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分享我们的相当量 都说千里姻缘一线千 此话不假 相导女性钟丽婷和内地男性张伦硕的恋情 就是结缘于一次合作 随后敢爱敢恨的钟丽婷 便很快承认了两人的情侣关系 我承认对 我承认她是真的是我男朋友 公开恋情过后 两人便以情侣关系和提亮 向各大活动现场 毫不扭捏造作 月亮带了我的心 值得称赞的是 尽管钟丽提此前 曾有过两段无疾而终的失败婚姻 但始终没让她放弃 对完美爱情的追求 因此她才邂逅了和张伦硕的结缘 而对于怎样维护这一段感情 他们也早有默契 都说秋天才是收获的季节 但对于中立体而言 今年的六月也是哦 随着再现 编辑吧